用假红烧肉整骨老妈 这个是我在网上买的假红烧肉 听说做出来比肉还好吃 待会我做出来给我弟弟尝一下 看看他是怎么反应 先把它搞盘子里 这东西长得也太像五瓜肉了吧 先刀把这个假红烧肉切块 切成小萝卜丁 全都切好了 满满的一盘 这个红烧肉相当的哇塞 起油烧锅 做一个红烧冬破肉 油热后放入冰糖炒糖色 炒成这种枣红色 葱姜蒜桂皮八角香叶 然后把咱们的假冬破肉倒进去 一勺味极鲜一勺老抽丧色 最后52颗盐稿里头 差点忘记炸矿泉水了 姐妹们 这简直是上等的五花肉啊 这也太香了 用大火给它煮个十几分钟 感觉差不多了 看一下 哇 这也太香了 给它摆盘装好 全都摆好了 最后把这个汤汁淋上去 哇 瞬间有味了 来个装饰 这一盘在外面不得卖一百呀 总算做好了 我先替我妈尝一下 这也太有食欲了 真的有肉的那种口感 肥瘦相间刚刚好 但这个有一点像变质了的肉 这个皮QQ弹弹的 口感还是很好 但这个肉像坏了的肉 赶紧拿给我妈去尝一下 看看它是什么饭 妈你快看看我给你做的红烧肉 老好吃了 尝一下吧 老好吃了 你没得口血 那是不是肉有点坏了 没坏没坏 那你把它拿去盛不吃了 哈哈哈哈